多年前,中国互联网上经常出现偷渡去迪拜捡垃圾的调侃,当时的迪拜是人们眼里的天堂,似乎那里人人是富豪,大街小巷都是豪车,连垃圾桶都是镀金的。 但随着人们的深入了解,网友发现迪拜也有穷人,而且数量不少,当地的外来劳工生活在贫困中,拿着微薄的工资,干沉重的体力活儿。 而在迪拜叔父的其实都是本地人,尤其是贵族,迪拜酋长家族是个庞大的体系,只要沾亲带故,在石油产业里分一杯羹,就能逍遥快活。 可迪拜王室也只有表面的光纤,内部争权夺利和人身控制已经不是新闻,男性成员争夺处位,女性成员则被当作筹码,在国王的命令下嫁给王室的男人,如果不从,就原地消失。 迪拜王室末世公主的人权,甚至囚禁公主的事,就曾在欧洲引起外交纠纷,而国王穆罕默德依然我行我素。 更不可思议的是,连国王最珍惜的女儿,被誉为迪拜之化的萨拉玛都无法信念,在刚成年萨拉玛时,就被她强行嫁给了一个陌生人。 说起来,萨拉玛公主可是社交网络的明星,六岁时的她就名扬世界,因为娇好的外表被誉为世界最美公主。 但是在迪拜王室严酷的规矩下,小公主也没有任何自由,她虽然享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富贵,可最终还是被当作婚姻筹码,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前。 那么,迪拜萨拉玛公主有怎样的故事?她的父亲穆罕默德当年到底有多宠爱她,她后来又为什么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? 萨拉玛公主,出生于1999年,她的母亲是穆罕默德的大王妃赫德王妃,这位王妃同时也是穆罕默德的表妹,两人在1979年结婚。 当时赫德王妃仅仅17岁,表哥穆罕默德已经30岁,只不过,赫德王妃婚后很低调,从不参与公开活动,也不接受采访,不跟随国王出国访问,几乎完全从人们的眼前消失,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她。 而赫德嫁给穆罕默德后,前前后后生了14个孩子,她嫁入王室的一生基本就在怀孕和休养当中。 至于萨拉玛公主,则是穆罕默德国王和赫德王妃的六女儿,在国王的几十个孩子中并不特殊,但萨拉玛六岁那年,当她的照片刊登在媒体上时,其可爱的外表很快引起了媒体关注。 其实,根据迪拜王室公布的家庭照来看,穆罕默德家族的基因本来就不错,王子公主都长得好看,但萨拉玛当年太惊艳,想过了其他成员的风头。 小公主的五官非常特点,是中东特色的高鼻深目,但是相比起欧洲白人刀皮斧坎,棱角分明的五官,萨拉玛更有东方的圆润感。 人们显然更喜欢这种外表。尽管小时候的萨拉玛出镜不多,但是她每次出现都能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。 穆罕默德也感觉到女儿的人气,多次带她出国访问。 萨拉玛的人气曾媲美自己的二哥哈曼丹,不过跟自己的二哥成为国家形象名片不同。 萨拉玛一直保持着低调,除了王室公布的照片之外,她从不晒出自己的生活。 迪拜王室虽然有钱,而且很稀化,子女都受到英式的教育,但是内部规矩森严,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完全不同。 萨拉玛的外形和影响力都不输给哥哥哈曼丹,但她是公主,所以不能长期抛头露面。 不光萨拉玛如此,迪拜王室的其他女性成员都一样。 其中,最典型的就是穆罕默德国王的大王妃赫德。 两人从1979年结婚后,赫德王妃直接蒸发了,外界完全不知道她的信息,王妃也没有任何影像流出。 每年的重大节日以及国王、王妃的生日时,迪拜王室全体成员都会在王室庆祝,并晒出各种好看的照片,但是每一年的庆典都没有赫德王妃的身影,甚至连她本人的生日、儿子或者女儿的婚礼上都没有她的影像。 对此,有外界人士猜测是女性成员受到王室的压迫,甚至虐待。 但是迪拜政府多次否认传闻,毕竟迪拜王室不差钱,作为全世界最有钱的王室之一,何必亏待自家的孩子呢? 迪拜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,虽然是弹丸之地,但是油资源丰富,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好日子。 迪拜王室更是控制着大量油田的股权,全部资产超过千亿美金,国王控制着的私产近百亿美金。 王子和公主们因此一直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基本任何愿望都能满足,尤其是穆罕默德宠爱的萨拉玛,所以不可能存在因为压迫而导致的邪有抛头路面。 萨拉玛公主不仅年轻时没被压迫,她还有着张扬的个性。 和中东大部分王室一样,萨拉玛公主热爱赛马运动,而公主要赛马,老国王自然全力支持。 他给萨拉玛请来欧洲的马术教练,去美国的拍卖场买优秀的种马。 据说,穆罕默德曾花了700万美金,给萨拉玛购买了一匹中亚纯血马作为12岁的生日礼物, 打破了当年马匹交易市场的记录,而这匹马只是萨拉玛公主马舅里的真品之一。 相比于男性王子喜欢豪车,女性成员更喜欢珠宝,萨拉玛公主也不例外。 作为国王的掌上明珠,她每年也都会收到一批珠宝首饰,有的是从乌州购买的,有的则是设计师私人定制。 2011年,迪拜王室晒出了萨拉玛公主的照片,已经12岁的公主戴着钻石王冠,耳环和项链,这些珠宝价值不菲,动辄几十万美金。 但对于迪拜王室,这些花费只是毛毛雨,只要家族稳定,金钱从来不是问题。 对于王室来说,家族最重要的是只有两个,王位传递和家族联姻,这两方面任何一个出问题,都会让国家陷入动荡或者分裂。 所以牵扯婚姻大事,王室总是疯狂撒币,例如王子哈曼丹大婚,迪拜王室更是花费几千万美金办婚礼,宴请了中东,乌州的各国王室,亚州的王室也派代表参加。 2017年萨拉玛公主出嫁时,王室也大操大办,萨拉玛喜欢西式婚礼,穆罕默德国王从英国请来给王室服务的礼仪团队操办婚礼,从巴黎定制婚纱,还买了一批婚礼专用的劳斯莱斯轿车。 奇怪的是,萨拉玛的这次婚礼雷声大雨点响,没有内部现场的照片流出来,萨拉玛公主的婚纱照也保密,连她的丈夫都没有出镜。 据悉,萨拉玛的丈夫也不是普通人,是阿联酋某位部落酋长的儿子,而且和萨拉玛也是表亲,两人的关系正好跟穆罕默德,赫德王妃一样。 在阿联酋,跨部落的王室通婚室酋长国高层维系权力的不二法门,王子、公主,没有人能躲开这个宿命。 外媒有此猜测,萨拉玛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步,隐退。 对于一个王室公主来说,这是她个人生活的终结,她将和母亲一样成为一个隐形人,接受自己的宿命,一心生儿育女。 而在萨拉玛公主嫁人后,她确实已经五六年没有出现,网上流传的照片都是她嫁人之前的。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,萨拉玛出嫁前正是大好言华,时常和姐妹们游玩,但是嫁人之后,萨拉玛公主的社交主页剩下几张家人和父亲的照片。 网络上一度流传萨拉玛的丈夫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,其实这个可能性不大,但这个丈夫肯定比萨拉玛大不少。 据说,婚后的萨拉玛给丈夫生了一儿一女,两人常住在沙特,只是偶尔前往迪拜度假。 其实,迪拜王室的公主消失数名生在外,公主嫁人会消失,不嫁人更会消失。 2018年时,迪拜公主拉蒂法秘密出逃,结果在半路被迪拜政府的特工抓了回来。 据拉蒂法秘密拍摄的视频透露,迪拜王室是个大监狱,虽然锦衣玉食,但是没有任何自由,尤其是女性,没有支配生活的权利。 一举一动完全在父亲穆罕默德的监视之中,一旦公主长大成人,就要在父亲的安排下结婚。 公主没有挑丈夫的权利,必须要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。 穆罕默德国王则不管这个女婿的性格,人品如何,她只关心对方的地位,只要地位高,对维护王室地位有帮助,女儿就可以嫁过去。 在拉蒂法之前,还有另一个逃跑的公主叫沙姆萨,她逃亡后被逮捕,因为无法被感化,长期遭到软禁。 拉蒂法透露,姐姐沙姆萨还被注射神秘药物,变得半死不活,失去了自理能力。 拉蒂法的曝光无法确认真假,但她在监禁期间的确没有自由,社交网站也停止更新多年。 和抗争命运的拉蒂法相比,她的妹妹萨拉玛就顺从许多,接受了父亲的安排。 接下来,萨拉玛可能像母亲那样,生一大堆孩子,在优越的环境里安然度过一生。 对于一个公主来说,这总比被软禁强。 迪拜王室的这种强势习俗在西方多次遭到抨击,而在2019年,连穆罕默德国王的爱妃哈亚都带着两个孩子逃亡乌州,并在英国起诉丈夫离婚。 这一丑闻在中东前所未见,显示出新时代中东女性已经在争取自己的权利。 也许在不久的未来,迪拜的公主们也会获得自由,跟王子一样当个网红,甚至做模特、影星。 曾有记者继续过迪拜公主出嫁时的离奇场面,迎接我们的队伍有着说不出的圣人。 我们被这群像蘑菇一样坐在地上骚动了人群惊呆了。 刺眼的阳光下,我们眯着眼睛。 用双手挡住光线,这像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敬礼。 我盯着那群熙熙攘攘的人,一遍又一遍地扫尸着整个场景,就像监控摄像头在拍入侵者的照片。 谁能想象这是公主出嫁时的场景呢? 这位记者还在担忧公主出嫁后的地位问题,而事实上,地位低下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,萨拉玛也难以逃脱。 谁也不知道,这位最美公主,未来的命运将要何去何从。